你好,欢迎收看4月22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花联县一会教育小组特别来到了青年发展中心的青创基地 了解目前青发中心培育青年创业发展现况 也呼吁县政府能够把青发中心制度化、法治化、进行组织架构改造 才可以在青年培育政策上有长远的规划 而不只是临时性的任务编组 花联县教育小组是来到了青年发展中心青创基地 听取了青发中心执行长的简报 对三年来青发中心在育成青年创业发展的成果进行了解 那我们在做这档事的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到几乎现阶段都是我们公务能在驱动 可是我们很希望民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青年的团体 跟一些的单位它能够孵出来 它能够孵出来 能会写计划 能成立的一个类似相关国 他们慢慢的承接 所以说这也是一直我们在努力的一个方向的目标 教育小组总招魏家贤 议员郑乾隆 韩林美 胡仁顺 林延复 也对于现阶段青年发展中心在业务推广上 所遭遇到的问题给予建议 青花中心这边离一般的协校都比较远 包括我们不是在市中心 那我们的十一大协 相关的东华大协 都离我们这边比较远一点 我想这个当然是第一点上的问题 就是要广为先导 让那些协校可以了解说 我们青年发展中心是在这边 他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我们这边来跟我们联系 还有需要的线路 青花中心来协助的部分 然后可以广为来这边跟我们联系 那还有据说 我们花年线地景比较较长 那等说我们中西南西的有需要 来我们计划中心来跟我们业务上的探讨 还是希望我们计划中心来协助的部分 我这边建议 因为我们中西南西有很多 因为我们早上去看到很多协校 因为都是早指化 那很多的建筑物的那个使用力不是那么高 那是不是可以部分来结合我们进化中心的一些建筑物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来使用 那还是说在我们中西南西 我们县文的服务中心也都是在我们中西南西 但是我们的人也可以适度的在那边进驻 也让我们中西南西的有些青年还是有些厂商 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就近跟我们联系 不用说一下子就往我们北汽这边 可能路途上头 时间上头 可能都会耽误到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好像有一些人员的限制 所以我们的每年辅导的团队 我们觉得那个量是应该是可以再过大一点 让我们有更多的这个青年人 他们有更多的一个需求 可以我们来做给他们更多的一个协助跟辅导 那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个发表 让我们的社会看到我们这个清发中心 所做的一些辅导的一些成果 那目前呢在经费上面呢 我们现在目前中央的部分好像没有固定点 有很大的一个金费是完全是在我们这个区块的 是不是未来中央有这样的一个辅导机制 能够把金费预注在我们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区块里面 节报上面是111年度 我们有举办了这个竞赛 那在我们官网的部分也有看到今年 也陆续的在筹备 那这个时间也一直 目前这个时间也是在收建这个阶段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因为过去 我们当然没有基地跟参与 那居然也来到我们这个新创基地 那我们出展也在 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在今年的 去年跟今年我们这个报名 我们现在看起来今年好像只有分两组嘛 对嘛就是创新创一组 跟构想实践组 那创新创一组的部分我们要取15名 那构想实践组的部分是取10名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那目前虽然直到4月28号是截止 那这个之前我们现在收建的状况是怎么样 报名的状况是怎么样 那过去在我们这个新创基地 进驻的这些团队 是不是也有在这次的报名之间 那再接着比较深的问题 那我们未来收建完毕以后 我们的这个所谓 我们如何做一个评分的这个标准 那我们聘审的这个委员的组合 是怎么组成 这是我们家好奇的地方 让那个第二批青年想要创业进来的例子 这个我认识这个帅哥大哥哥 他是怎么样子的创业 怎么样透过我们清发中心的辅导培训 那我觉得在这个 在这个咨询过程 那可能对于年轻人他个性的形象 可能也是要有一个检测 就是说他到底是属于 哪一种行业是属于他的个性 他是什么样的个性 那个性就适合什么行业 可能这个也是出乎于 对他要有一个自我检测的 然后再来 其实花莲蛮多小店的美食 就卖冰的 土司也是 卖豆花的 臭豆腐的 都可以做到连锁店 所以说那其实花莲是光光 也是石头的故乡 也是东方大县 那其实很多产业都可以去发展 那有可能 有可能 清发中心这个年轻人要进来 有可能都是我们的企业的第二代 他可能他本业没有兴趣 他想要执行创业 那就非常的适合来接受我们清发中心的培训 那可能就是这个成果成效这边的资料 可能比较不足 给我们多了解一下 刚刚其实好几位医院都有提到 不论是在青年的一个贷款 跟青年的辅导里面 即使中央有一些资源 那怎么去做横向链接 清发中心站的比较重要的位置 过去在政府也有推过产业业计划 那产业计划 听起来好像是农业 还有其他行业的部分 但是我如果把清发中心做横向链接 我相信 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那对于 清发中心来讲 也许如果能够把公车位折合起来 对于清发中心的工程能力也好 资源也好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协助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地方创生 地方创生来讲就是要辅导旧的产业 或者是引入新的人进到这个地方 来做相关的一个生产和发展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提到的就是一些创新的产业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年前像超买卡鲁斯 那还有威鲁巴 其实他们已经有做了一个 原本他们没有接受辅导之前 就已经有一个固定的成效在 那当然清发中心介入之后 可能让他比较更茁壮 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 万一这些人都辅导完之后 有没有新的对象 可以把它拉起来的 清发中心属于那种比较拉人家 一把那个角色 可是你不会来这些角色 拉完之后你有 可能到要买一些 然后我们就买些对象 可以再拉起来的成效 民执行长指出 清创基地是青年创业发展 重要的孵化器 他更希望民间团体 或是青年能够主动参与 或是争取政府部门的标案 不过教育小组总召魏嘉贤指出 华林县政府能够给青年更好的环境 让青年可以发展创业 教育小组也将支持青年发展中心的政策与方向 对我来说青岛中心目前已经失联了 对我来说 这个任务性的编组已经失联了 我认为它已经变成一个黑机关了 我想我们应该要让它 比较能够制度化 法制化 所以我认为 我因为要补充的原因是希望说 它应该更能够制度化 法制化 然后能够在我们县府 独立的来成立一个组织 好 那就不用像我们民属长这样子 还要兼任民生出师 等我们的出师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状况 必须要 请华林县政府 赶快来做相关的协助跟客服 那当然经费到位之后 后续的招标 整个程序里面 我们教育小组也希望说 后续能够赶快让所有的教育现场 都能够恢复到正常 那接着我们到了清发中心 来做相关的了解 我们也谢谢我们教育小组 所有的成员 对于清发中心 青年发展未来的规划跟想法 那大家也提出一些看法跟建议 那也期许 华林县政府能够有 越来越好的环境 让青年可以发展 青年可以创业 未来我们会持续的来支持 这样青年创业的一方向跟目标 记者凌杰 华林寺采访报道 得到 考虑